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歌行》 我是赵长歌 有一句话叫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意思是说 一个人坏事干多了 一定会自取灭亡 那么一个政权 坏事干得太多了 当然也一定会自取灭亡 有人常问 中共坏事干了这么多 怎么还不灭亡 其实 这与我们刚才说的那句古语的出处有极大的关系 这句话点出 左传《隐功元年》 原文是这样的 公曰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子孤待之 就是说 多行不义 必自毙 那是一定的事情 你就等着看吧 每年8月 是中共进入北戴河会议的期间 今年中共要解决的问题 不仅是二十大的人事布局 更要解决的是 中共要如何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 所以说 这些掌舵者们对于这艘船要往哪里开这件事情上分歧巨大 或者说是已经分裂 2019年夏天 北戴河会议期间 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轰轰烈烈之时 中共港府加强压制之际 当时就有消息说 胡锦涛在会上发狠话 温家宝就香港问题撂下一句话 说 该说的我们都说了 你看着办吧 习近平所为 辜负了胡温为其打架的基础 开辟的道路 胡温以为 习近平是和他们一样 深深受过共产党知苦的人 有着变革的决心 然而 地令至婚 御令至婚 权力 地位 金钱 真是对人极大的考验 中共之坏 中共高层 其实比普通人了解的更清楚 因为连他们自己都逃不过受害的命运 习近平 李克强 胡锦涛 温家宝 朱镕基 王岐山没有一个例外 李克强的父亲李凤三原名李靖德 自幼聪颖过人 深得家人喜欢 被教私塾的爷爷视为掌上明珠 失忆悉心教导 他不仅私塾功底很好 而且写得一首好字 1929年 李凤三加入中共 吃尽了苦头 1951年 中共在全国干部队伍中 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李凤三遭到审查 并被关押 还被打成了老虎 老虎是三反运动中对审查对象的称谓 据李凤三的旧友回忆 李凤三为人直率 因为三反时 领导说了一些不是事实的事 李凤三十分生气 就拿起凳子打县委书记 因此被关押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被释放 文革爆发后 李凤三预感到运动的可怕后果 于是 携带李克强从省城回老家避祸 作为中共元老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1962年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 毛泽东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清查 习仲勋等人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很快 习仲勋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习仲勋是头目 这是继高岗 饶恕时 反党联盟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后 谋纠出的又一重大反党集团 习仲勋反党集团后来被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 西北反党集团 由此朱联勒曾在西北工作过的各级各类官员多达6万人 均被打成叛徒 其后习仲勋在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学习 被停止接受审查 文革爆发后 习仲勋受到残酷迫害 并屡次被批斗 习仲勋被打倒时 习近平才9岁 他开始实时处处受到歧视 15岁时 因收父亲问题的牵连 习近平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 出来时 身体非常虚弱 全身都是狮子 林彪死后 中共政治环境略有所宽松 习仲勋夫人齐心 见习仲勋的请求被批准 当一家人久别重逢时 习仲勋看到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你是近平还是远平 胡锦涛的父亲叫胡敬之 经营一家祖上留下的茶叶店 1945年至1946年间 胡敬之将胡原茶叶店开到了江苏泰州 当时最热闹的采仪街上 生意很兴旺 胡锦涛是胡锦涛的长子 他还有两个妹妹 1949年 胡锦涛七岁时 胡母过世 胡锦涛没有再娶 将三个孩子送到妻子的旧母处抚养成人 胡锦涛在18岁那年 考入北京青华大学 就在胡锦涛十几岁时 中共为解决财政危机推行了一系列政策 其中之一就是公私合营政策 又进而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 胡锦涛的茶叶店当然也难逃厄运 其本人也成为了泰县公交社的一名职工 文革期间 胡锦涛得罪了当地的一些人 被造反派诬陷其贪污公款 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 还被关了起来 胡锦涛被关押的时候惨遭迫害 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 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 50多岁的胡锦涛含冤离世 当时年约36岁的胡锦涛在青海任职 已经是副处级干部 当他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后 遂及全家回来奔丧 在安葬父亲前 胡锦涛找到当时的泰县县长陆茂及公交社领导 请求为王富平反 并开一纸证明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 胡在当时泰县最高档的饭店 泰县饭店 摆了两桌酒席 请领导们过去喝喝酒 谈谈心 但却遭到了冷遇 胡只好返回青海 从此 泰县成为胡锦涛的伤心之地 他一直对自己的出生地避而不谈 很多年都不再回故乡 即便泰县的领导如何讨好 温家宝是胡锦涛时期的总理 他出生于教师史家 祖父温迎氏 生于1895年 曾在宜兴部一所私立学校任校长 温迎氏的弟弟温迎接 也就是温家宝的叔祖 是天津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 温家宝的父母也都是执教多年的老教师 父亲温刚 是天津第33中学的弟弟老师 母亲杨秀兰 是天津市区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 温家宝的另一位叔祖 温迎氏的右弟 温鹏九 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成为一名外交官 是中共首任主治内瓦的总领事 温革期间 在北京地质学院读出的温家宝 被分配到甘肃省武威市以西500公里的酒泉 一干就是十多年 直到他1982年奉调入侵 而其叔祖 温鹏九夫妇则被投入监狱 惨遭迫害 直到文革结束 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总理 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58年4月 在国家纪委工作的朱镕基 被打成右派 被开除党籍 从此 右派的帽子 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 1962年 朱镕基被调到国家纪委机关 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 由于朱镕基上属内控人物 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 文革期间 朱镕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干校 从1970年到1975年的五年间 他所做的无非是养猪 放羊 除草 收割 1975年 朱镕基回到北京 1978年4月5日 中共中央转发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文件说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 适年 朱镕基才终于摘掉了戴了20年的右帽 摘帽那一天 中共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 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 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 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 然后 复之一句 朱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 记载着他反党罪行的字旨 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又是20年后 1998年 一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被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岁月 一向感言和畅言的朱镕基 突然变得表情深沉 他说 这一段经历 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 但也是很不愉快的 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王岐山曾是习近平第一任上的打虎功臣 王岐山娶了中共元老姚依林之女姚明山 进入中共权贵圈子 而王岐山的真正出身是国军军官的儿子 王岐山父亲王德正是清华大学第五级教友 1931年918事变后 王德正曾参加首批清华大学南京请愿团 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东北收复师弟 抗日战争爆发后 王德正去了山东平渡做教员 他所在的地区是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区 当时山东遍地抗日烽火 王德正得以担任国军的上尉军官并领取奉路 1949年 国军撤手台湾 王德正没有用国民政府给他的传票筒去 而是留下 他认为自己有技术 中共来了也要搞建设 自己还有用武之地 但没过多久 王德正就见识了中共的铁拳 1950年代初 王德正因为国民党军官背景受到极大冲击 被抄家 文革爆发后 王岐山的父亲王德正 又因领取过国民党尚未俸禄的往事 再被造反派揪出批斗 王德正还被勒令打扫单位为生 不仅是父亲 王岐山本人也受过批斗 当时 王岐山班上有个同学坚持说 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 王岐山于是私下找到这位同学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说 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 如果雷锋还活着 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 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 未免太过骄傲 这位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话 但同学们传来传去就传走了样 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话给捅了出来 于是全校的大会上 学生们集体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邓小平曾说 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 那可是天文数字 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中共骇人 何止文革 罪孽深重 庆祝难输 多行不义 必思必 子孤待之 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长歌行 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